大家早安,虽然今天早上有一点点下雨, 可是今天仍然是一个非常喜乐、荣耀的一天, 因为我们有两个非常好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经过数个月的封城, 我们今天终于可以弟兄姐妹都能回来教会来敬拜。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是可以看到 小朋友的笑脸。 因为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儿童主日学,青年团契,也都回来教会聚会了。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要试试 我们第二个让我们值得开心的原因,值得喜悦的呢,就是我们今天有Katinka,胡维纯姐妹,在我们当中是有洗礼。 那我们在讲完道之后呢,我就会来为胡姐妹,我们就会为她施洗。 所以我们很开心,我们今天可以成为胡姐妹,她洗礼的见证人。 我们也很开心,胡姐妹和她的丈夫,威廉,爸爸妈妈,胡伯伯,胡阿姨,还有她的三个小孩, 小孩Chloe, McKayla,和Jonathan,都在我们当中。 那等一下呢,在这个洗礼的时候啊,Katinka呢,也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她信主的这个经历。 下来的地方。 哎,下来 下来。 下来,下来。 嗯,下来。 下来。 下来。 不然为什么基督徒需要受洗呢? 为什么基督徒需要受洗呢? 如果要先头一再抢。 u ok. 下来。 在说,我们现在做这因为 我们为什么要受洗? 因为首先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拆遣他的门徒往世界各地去,是给他们一个大使命。 这个大使命就是要把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告诉普天下的人, 并且要用水为凡事愿意做主门徒的人,为他们施洗。 是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为他们施洗。 同时主也命令门徒、吩咐门徒要去教导这些新信主的人来谨守遵行他的道。 因此基督徒受洗之后就要按着主的命令来尊崇主道,并且来奉主的名来受洗,见证他。 第二个原因,基督徒为什么要受洗呢?因为这是一种悔改和信心的表达。 当主耶稣的好消息被传扬的时候,很多人听了之后,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反应。 有些人听了,就走开了。 可是有些人听了,就放在心里面,他明白主耶稣的确是复活的主。 他们明白将主耶稣钉上十字架是不对的。 而主耶稣的复活就向大家可以证明出来,那祂的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 当人明白将主耶稣钉死这样子的罪过之后, 他们就问使徒保罗,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和神和好关系。 因此彼得就这样对他们说, 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他说,这样就使你们的罪得赦免。 那你也会连领受所赐的圣灵。 那你也会连领受所赐的圣灵。 所以在这两节的圣经,我们就明白怎样可以和神和好。 就是要有悔改,要有信心。 悔改是什么? 悔改就是跟神,我们在之前的道路上有一个180度的转变。 悔改就是在神的面前向祂承认,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罪人,我们愿意悔改。 因为祂是一个圣洁的神,因此我们可以恳求祂的怜悯和赦免。 那这个悔改同时也是在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以后要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承认主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这就是彼得,使徒彼得所说的什么叫做悔改。 可是这个悔改它又和另外一个字连接在一起,就是受洗。 因此悔改这个行动是用什么来表达呢?是用以水的洗礼这个行动来表达。 那我们知道呢,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通常是靠着祷告,一个认罪的祷告,私下就可以做了。 那这个祷告呢,你可以自己就做了,或者是你跟一两个基督徒一起祷告,就做了这个悔改的祷告。 因此呢,来接受主耶稣,相信祂,来这个悔改。 那做了这个祷告之后,你就成为神的儿女。 那这个新的生命有什么开始呢?就是当我们做了祷告之后,圣灵入住到我们的内心来开始。 那这个呢,在你觉知信主悔改的那一刻已经发生了。 可是呢,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把你之前已经做过的这个悔改的行动,能够在公开的地方用洗礼来表达出来。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姐妹,Katinka,胡医生,她就是在众人的面前,在神的子民团体的面前,来做一个见证。 这是一个公开的宣告,宣告她已经悔改,她已经信主,承认耶稣基督是她的救主,也是她个人的主宰。 她现在已经是神的孩子。她是我们主内的姐妹。 她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因为耶稣是她的主。 所以她是跟着我们这个信仰的团体,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团体,一同来做这样子的认证。 另外呢,我们也明白洗礼,她有她的一个属灵的原则。 那首先呢,就是要明白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的生命。 因此呢,使徒保罗就来提醒信徒洗礼的意义。 因此在罗马书的六章第三节,使徒保罗这样提醒,他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第五节这里,所以说我们也将经历与他一样的复活。 那第八节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我们就相信也必与他同活。 那这个呢,是从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当中呢,拣选出来的几节, 那我们就可以关注在当中几个关键的字眼。 那我们就可以关注在当中几个关键的字眼。 但 notice the words,baptized into Christ。 首先我们留意,受洗归入基督。 第五节这里呢,是和他一同联合。 那第五节这里呢,是和他一同联合。 还有呢,就是和基督同死。 所以,无论是受洗归入基督,是和基督同死同埋葬。 这都在描述一个和基督的联合。 因此,使徒保罗就是告诉我们,洗礼就是一个表征,表征着我们和基督。 我们和他联合在哪些方面呢?就是和他同死同复活。 我们现在当然还是坐在这里,并没有被埋葬。 但是,使徒保罗给我们所描述的是一个属灵的画面。 在属灵里面,我们的灵命就是和主耶稣基督一样,要同死同埋葬,然后同复活。 当然,主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实在发生过的真实历史事件。 但是他的死是为了我们, 是为了赴上我们罪的赎价。 因为圣经说,罪的公价乃是死。 不光他是为我们死,他是与我们同死。 因此使徒保罗说,我们也是和他一同埋葬。 当然不是说从这个肉体上,而是从洗礼这个表征,从属灵的意义上。 因为洗礼让我们明白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联合。 因此我们与他的死就有份了。 同样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我们也在他的复活上有份。 因此因为这样的事, 因此我们就明白肉体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挟制。 没有错,我们的肉体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挟制。 没有错,我们的肉体会灭亡,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 因为我们已经是跟主同复活的人。 那当我们来被主来复活的时候,我们毫无惧怕,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罪的工价已经由主耶稣来替我们担当了。 而今天的主耶稣依然是在天父的右边来为我们长久祷告。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光祂是为我们而死, 与我们同活,住在我们里面,也同样在天上为我们祷告。 还有比这更好的消息吗? 因此我们知道圣经就告诉我们,那死的毒钩已经不在了。 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因此我们知道在复活的时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就会替我们来说话。 因此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使徒彼得、使徒保罗还有众圣徒在普天之下向我们来分享的好消息。 因此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欢庆。 因此我们也知道圣诞节马上不到一个月就要来了。 你会很期待圣诞节吗? 梁牧师非常地期待。 我们在平安夜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也有圣诗晚会。 那么到了二十五号本来是圣诞节的正日,原本是应该要有崇拜的。 但因为二十六号又是圣诞节的主日,因此我们二十五号今年就让大家可以与你的家人在一起。 所以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呢? 那么在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如何可以像神的子民这样来生活呢? 罗马书再一次给我们有非常好的指导。 我们首先来看六章的第六节。 那我们首先来看六章的第六节。 圣经这样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生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 在第十一节说,这样你们也要看自己对罪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对神却是活的。 第十三节。 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工具,倒要像从死人中活着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并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工具。 从这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对比,一个是罪,一个是义。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死,一个是活。 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向罪是死的,向神却是活的。 因此保罗这样子提醒我们,我们向罪我们是要有这种迟钝感,我们是要有这种迟钝感。 我们向罪是要完全死的。 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向神却是活的。 他使用这种迟钝和生命的语言, 来说我们要向神保持活的生命。 可是这些圣经呢,他就让我们来更加的明白, 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对神保持一个敏感的心, 要向神保持活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周遭的这个现实。 每一天其实我们都面对许多的诱惑和事态。 那就算是今天早上梁牧师来教会的路上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都会让他的心情很不高兴。 那么梁师母就要去处理,替他去处理这个事情, 但是梁牧师就会心里面有一点点着急了。 那梁牧师就很急了,她说不行啊,我要赶紧走, 我不能处理这个事情,我不能迟到,我要去崇拜, 这是神的工作。 梁牧师就说,那你就去啊,你不需要提高声量啊。 很容易我们就会陷入自己的软弱当中, 就会发脾气,就好像现在我分享的这个事情。 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些罪的诱惑,私人的欲望。 这种私欲使我们可能会陷在罪中,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小心,否则我们就会死在罪中了。 因此使徒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去罪。 因此使徒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去做罪的努力。 如果他们来到你拒绝,你会说, 不,不,不, 就只是靠下来, 让自己脱下来。 所以当我们面对试探和诱惑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去说,不,不, 我们就要直接拒绝向罪、向试探来关门, 然后这个时候就要快快地跑到上帝的面前。 那这个时候,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 向罪是死的,但是向神确实要是活的。 那第十三节也是非常好,告诉我们在受洗之后, 我们如何可以来向神的子民那样生活。 所以说, 第十三节说,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工具, 倒要向死人中活着的人把自己献给神, 并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工具。 也就是说,在每一天我们醒来之后,我们其实都可以跟上帝说, 慈爱的天父上帝,新的一天开始了,我把自己交托给你,今天请告诉我如何来服侍你。 谢谢你给我今天有生命的气息,也让我可以享受和家人的相处。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用自己的家庭,用我们自己,用我们所有的资源来好好的服侍你呢?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变成神的福人。 因此我们所有拥有的一切,我们一切的资源都是来自于神的。 这就是基督徒如何应该去生活。 那么在做结论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要来见证我们姐妹的受洗。 我们为到她的得救来感谢赞美神。 我们也来迎接她,加入我们神的大家庭。 但是同她的洗礼当中,我们也再次得到提醒我们在主里面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也是互为肢体的。 所以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是跟随基督的。 所以基督徒是表明着悔改和信主,向之前过往的生活生命来做悔改,然后信主来跟随他。 第二个,基督徒是跟随基督的关系。 同时,基督徒也是告诉我们和主的联合。 我们是与祂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此我们是一个出死入生的基督徒。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应该向罪来关门说不,拒绝他,而向神向义说是,我们要跟随主。 并且尊荣祂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宰。 这是你的期盼吗? 阿们